歡迎回來 台灣現在除了世大運賽事 非常受到矚目之外 令人話題也非常受到關注 由台灣人自主研發的 浮衛5號 在25號凌晨2點51分的時候 順利發射升空 許多人都在螢幕前 觀賞這歷史性一刻 心情非常激動 5 4 3 2 1 撞到 撞到 火箭緩緩的從地面升起 瞬間冒出了大量濃煙 由台灣首枚百分百自主研發 製造的高解析度搖側衛星 福爾摩沙衛星5號 在台灣時間25號凌晨2點51分的時候 從美國加州泛登堡空軍基地 由美國SpaceX的 獵鷹9號火箭搭載發射升空 大約過了11分鐘之後 就順利的進入預訂軌道 剛剛大家看到 心情真的蠻複雜的 我在網路上已經看過很多次 SpaceX發射那整個過程 可是剛剛看到我們的衛星 順利升空那個感覺真的是 非常強烈 不管是在美國還是在台灣 大家都歡聲雷動 福爾5號是地球搖側應用衛星 歷經了6年研發時間 造價一共花費了56.59億新台幣 上頭是搭載了CMOS光學搖側 和先進的電離層探測儀等設備 預計在太空服役12年 為工程升退的福衛2號 進行下一階段的任務 主要是為了防災 勘災 國土安全等救援任務 還有環境監控和 學術研究等用途 進行影像拍攝 預計9月初就會開始進行任務 現身會來高的 有一天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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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